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连骨头都能吃的茄汁酥鲍鱼 骨酥肉烂 学会这种方法可以用来酥鲫鱼、黄鱼、鲍鱼 吃鱼不用吐骨头 比买的罐头鱼干净好吃多了 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鲍鱼是我小时候经常吃 也是唯一能吃得起的海鲜 这种青苔鲍非常便宜 尤其是里面的血线跟黑膜一定要洗净 这两个部位非常腥 处理好以后,鱼身两侧擀一刺花刀 刀口稍微浅一点 刀口太深,酥的时候容易碎 擀好刀的鱼放入盆中 伤口上撒少许盐、胡椒粉、葱姜、黄酒或者料酒 用我的左手把葱姜攥出汁水 提前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小料 准备少许姜片、葱段 大蒜稍微多放一点 用刀轻轻地拍晕 拍晕即可,不用剁碎 大鱼的腥味比较大 所以我们必须多放一点小料 放入几个干辣椒 十几粒花椒 两片香叶 一块桂皮 一颗八角 再放入一小勺紫然 这些小料可以有效地取腥、增香 再准备一个酱汁 碗中放入三小勺番茄酱 一大勺白醋约50克 50克白糖 半勺米醋或者陈醋 半勺生抽酱油 腌好的鱼用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这样煎鱼就不会煎油 不会粘锅 起锅 锅烧空气 先把锅彻底烧热 烧至毛烟以后 放入一小勺油 酒店做的话 都是直接用油炸 家里面做 我们就煎一下 煎鱼的时候 油稍微多放一点 煎鱼这一步 也可以有效地取腥 油少的话 效果达不到 油热以后 把鱼放入锅中 摆好队形 一个一个来 刚开始放进去 先不要翻动 否则会破皮 一分钟以后 煎至定型 再晃动锅 使鱼受了均匀 家庭小灶煎鱼 全程开中火 煎好一面 趁其不备 翻过来煎另一面 安全第一 不要糊到脸上 这锅里面是油 可不湿水 也可以用铲子 把鱼反过身来 把鱼身两侧 煎至两面金黄 煎好以后 把鱼盛入盘中 煎鱼的油 可就不能要了 腥味非常大 准备一口高压锅 底部垫上一个壁子 煎好的鱼 整整齐齐的 马入锅中 接下来我们 炖一个无情料汁 锅中放入 一小勺猪油 油热以后 放入准备好的小料 煸炒出香味 把小料煸炒至 微微发黄 炒香以后 倒入刚才调好的酱汁 继续开中火 把酱炒香 炒至油酱分离的状态 炒好以后 油呈红色 非常漂亮 这就是不辣的红油 然后根据鱼的多少 加入清水 水不要太多 稍微没过鱼 就可以了 开大火烧开锅 开始调味 放入三小勺盐 一小勺鸡精 少许胡椒粉 少许蚝油 关火放入少许高度白酒 放白酒 可以取腥腥香 兑好的料汁 倒入高压锅中 滤出来的葱姜小料 不要扔掉 放到锅的一边 上面再盖上一个盖子 或者盘子 这样可以把鱼 全部压在汤汁里面 防止鱼逃跑 放到火上 开大火上气 上气以后 再改开中火 压20分钟左右 20分钟以后 关火 在锅中焖 自然晾凉 焖三四个小时 更入味 用这种方法 压在鲨鱼 骨头都是酥的 老人孩子都能吃 最后再浇上浓浓的汤汁 一道骨酥肉烂的茄汁酥鱼 就做好了 这种方法可以商用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酥鲫鱼 酥黄花鱼 味道都嗷嗷香 喜欢吃鱼的同学 可以试着做一下 不好吃 您提了鱼来找我 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 赞忙在内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